人具有真金色身 就是他的身体的颜色 都有像佛那样的指摩真金色 如果这一愿不能成就的话 就不去成就 这第三愿 就是给往生者的乐 此以为乐 怎么给予他的快乐 首先从他的身体状态 具有佛那样的像好光明 法藏菩萨在因地观察他方世界 每一位众生的肤色 每一位众生的长相的眉仇 各有不同 各有不同它是有因缘的 就是一母属生的兄弟姊妹 她的长相 她也有美丑的差异 这种美丑的差异来自什么 来自每个人不同的善恶的业力 你心善良 公敬他人 谦占卑 你的长相就会好 你如果很傲慢 很瞧不起人 好勇斗痕 这些长相就会丑陋 但是很多人 他在这种情况下 不从自己的捏地去思考 皮肤不同 有白种人 有黑种人 有黄种人 有这个肤色的不同 导致了一种 或傲慢 皮肤好的它有傲慢性 居高联下 皮肤不好的黑人 他有自卑感 由这个自卑感 反弹一种反抗的心理 所以导致种族之间 不同肤色的种族之间的斗争 以及个体之达 美丑的差异的嫉妒 摩擦 导致了很多的战争 有时候一些战争 都是由于去抢一个美女 然后就打仗了 所以阿弥陀佛看到这一点 发愿在我的岔土当中 没有肤色的差异 没有长相美丑的差异 一切都平等 在哪个水平上平等呢 在佛的水平上平等 跟佛一样的肤色 跟佛一样的像好 那这样的一个愿 发的是很不可思议的 它就超越了 一般地上的英国法则 我们说佛的三十二像 八十随性好 其实佛是无像的 从本原意上无像 无像又无不像 无不像是顺应什么 顺应我们地球上最好的像 就是转能胜亡的像 转能胜亡是修十善业 所感造的那种庄严之像 所以转能胜亡 它是有福报 福报体现在它向好 我们自古以来 中国也有一个学问 叫相学 看人的相貌 知道他的寿命多少 他的福报大小 他能不能当官 当多大的官 都能了解 确实人的命运 在相上就能体现 福人就有福相 贱人就是一点贱相 那么这个相 不是贫困来的 也是他的善恶业的问题 也是他的福报问题 佛经过三大阿僧起结修行 他要最后断剑或施 或承煞或无名或断剑 断剑还要用一百小节 一百个小节来修相好 就是修三十二像八十水性好 为什么要修相好 来自于两个要素 第一 未度众生故 你相一定要庄严 才能摄受众生 才能让众生有清净感 才能让众生生起 恭敬仰慕之心 如果一个教主 他的相长得很丑陋 甚至六根不拒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的就是个恐怖分子 那人家看都不想看 赶紧逃跑了 你射手不了他 所以一定要修相好 这是第一 第二 这种庄严的相好 三十二像八十十一性好 能够寄觎法身的功德 无形无相的法身功德 要借着一种庄严的相 来凝聚 来寄托 那这一点就有个比喻 就好像一个国王的女儿 公主 她要出嫁 她出嫁 一定 那个对方也是要类似于王宫的水平 她才出嫁 这个公主不可能嫁给一个贫民窟的乞丐家 那个乞丐的破毛红 她是不会去的 想一想这个比喻 那就是这种法身功德 就像这个公主的这个尊贵 她不可能到你贫民窟去 不可能在丑陋的长相上 一定要在庄严的相上来寄托 这就是为什么造佛像的功德无量 为什么要造佛像 造佛像不像这些天主教基督教人觉得 这是偶像崇拜 这叫多神教 这些天主教人 说这些就根本不了解佛法 他完全跟多神教没有关系 他不了解佛教的造相的意义 在什么地方 意义就在于他寄予法身的功德 法身功德寄托在这个佛像上 你去顶礼他 你观想他 就是很好的修行的方法 法身功德在上面 你去求这尊佛还真是有灵念 有求必应 自古以来都是有很多的势力表明 当时释迦摩尼佛为的报母之恩 摩耶夫人不是生下他七天以后 就去世到了刀利天吗 他为刀利天为母说法 三个月 当时幽田王就很失念佛陀 于是就派了工匠到大墓尖联帮忙 就弄工匠到刀利天 以佛的形象把它涂化下来 然后沾檀木来磕这个佛像 磕得非常像 就是佛的等身像 当时佛说文法之后 从天上下来 天上下来自然从天上三道黄金的台阶下来 那么幽田王还有这些弟子 就拿着这个沾檀佛像来迎接释迦摩尼佛 这两尊佛像放在一起 还真的是一样 当时释迦摩尼佛就跟这个佛像 辅足 我灭斗之后 众生就交给你来度化了 这个仪式赞叹忧天王造佛像的功德 那么还有一位外国的公主 很希望看到佛像 所以请了很高明的画师来画佛像 但佛呢 在那一坐 这些画师睁不开眼睛 因为佛长光有一丈 光明太直升 佛的光明的直升呢 这是我们可能都难以想象的 佛陀灭度之后 我们这个有禅宗的第四代祖师 幽波居多尊者 他曾经去拜访过一个比丘尼 一百多岁的比丘尼 他曾经见过佛陀 当时他就拜访他 问你佛陀当时是怎么样 那个比丘尼说 他说我是见过一次 佛陀来的时候 我赶紧顶礼 顶礼 那时候他还没有出家 他说我头上的金手石 有顶礼就掉在了地下 地下我找金手石 看不到 黄金的手石掉在地上 看不到 也就是说佛的光明 比黄金的光明 还是支撑 所以在佛的光明当中 他的黄金手石看不到 看见佛光有多么多么大 所以这个画师 这么看眼睛怎么办 而佛很慈悲 佛就有个方法 他就坐在水边 让画师 按照那个水中的佛影来画 而看水中的影子 他能睁开眼睛 所以这个造佛像的功德 就在于32像80时 能够引发众生内心本具的 这种向好光明 那么一百节修向好 叫百幅庄严 你一定要修到一百种幅 才能庄严一个像 那一百种幅 什么才成为一幅 修到一幅是什么 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的盲人 你把他都治疗复明了 这就是一幅 所有应该生病去世的人 你通过一种方法 让他恢复健康了 这就是一幅 所以修一幅都很困难 那一百种幅 才能庄严一个像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32像 它是很不容易的 你拿一面镜子 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这些众生 一像都没有 所以没有福啊 好 我们这些恐怖分子 或者半恐怖分子 非常丑陋的人 却到西方极乐世界 有佛那样的 32像 八十随行 你说说这是一桩什么事情 这完全是突破了 我们的这种 善恶业的因果报应的规律的 我们没有修到一点福 没有一点像好的人 顿然到西方极乐世界 有止魔尊精色 32像 如佛的身像 这就是奇特 好 这个实际上是 阿弥陀佛的一种 让我们快速成佛的 一个大善巧的加持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 相学上有一个基本的原理 就是相由心生 你的相貌 是由你心里来生起来的 你有什么心 有什么相 你在欢喜的时候 你的相比较好看 你在生气的时候 发落的时候 轻 轻轻 暴力 点上发轻 那就很害怕 你一个人的相 也随着你情绪的状态 它不同 好 既能是相由心生 那么这个相由也能影响心 现在我们的样子长得很恐怖 反正我就是这个心 我就是破棍子破甩 再难看一点也无所谓 但是 如果忽然我们有佛的相呢 这种相 因为它觊觎了法身的功德 也就是法身在加持我们的心 我们再不敢去造恶了 我这么庄严的相 我还敢去造恶吗 我念头都不能动啊 大家想一想 这个相对心理的影响力 别说相近的 有时候我们看 一个经济不怎么富裕的人 忽然买了一套很高档的西服 他这个名牌西服穿在身上 他就很谨慎了 不能随便坐 不能随便那样 怕弄脏的衣服 他很珍惜 如果是穿得很破旧的衣服 他就随便 他就随便了 所以有佛的向好 我们的心马上会转化为 趋向佛的身口意义的那种心 这可不是一个 很好的修道的方法 那从这一院 他也给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我们念阿弥陀佛名号 就能使我们的相 转变为美好 因为阿弥陀佛的 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 都凝聚在符号当中 我们每个人也有 这个相好的原型 透过名号 可以引发我们的相好 大家这一点 可能不是太了解了 观想佛像 能够让我们的相好 举两个例子 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 波士尼王是佛的大护法 他有个女儿 哎呀一出生下来 太难看了 这个头发长得粗粗的 像马尾巴的那个样子 那个脸实在是皮肤粗糙 五官不行了 就是这个波士尼王 看的女儿都觉得 不能让别人看到 看到了都会 掉自己的架子 失自己的面子 所以一出生下来 就把她关在后宫 不让她见人 丑到那个程度 那么毕竟这个女儿 也长大了 长大了 但总得给她成家吧 这波士尼王也没办法 她就在一个 就找到一个 出生比较低的一个青年 找到她 就让她来 来做自己的女性 那一个出生低贱的年轻人 国王找她 国王就跟她 多声音乐感说 哎呀我有一个女儿 实在对不起 你能不能给她做账 男青年看到 国王召见受宠落金 国王 别说是国王的女儿 你就是让我娶个狗 我也愿意呀 反正 那就 好 这个捉了国王的女婿 自然就给了她点官位 就可以跟那些朝廷的官员来往了 朝廷官员他们常常会有聚会 都会带夫人去 但是这个他从来不敢带 带自己的妻子去 不带妻子去呢 别人就有一种好奇 越不带 越大家觉得 这你妻子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你妻子太漂亮了 不能拿出来啊 金屋长交啊 所以大家想象 要么太丑 要么太美 才不带出来啊 所以这些同僚们就很好奇 很好奇就 就一直趁她不在 就偷偷地到她家里去 偷看她的妻子到底怎么回事 她的那个 这个妻子啊 一般都是大门警官的 这些同僚敲门的时候 她以为是她的丈夫来了 就打开 打开一看 一看不是她丈夫 赶紧关门 关键关门呢 这个同僚一看 一看 以为是她的丫鬟 也没在意 但是这个波士尼王 一看的这个样子 他心里升级的 大的惭愧性 他说我长得这么丑陋 到这么大都没有见过人 现在人家都要像 看动物园样的来看我 他就求佛呀 哎呀佛呀 你一定要帮我忙啊 他就在那念佛 哎呀念念念念念 结果念佛的时候 从地底下好像 升起了一个佛像 佛像的头 这都很神奇了 这个波士尼王很恭敬 很虔诚 很忏悔 就在观想佛像的 这个头发 观想佛的头发 哎呀慢慢的 她的头发也变了 变成一个很庄严的样子 在观想佛的白豪 五贯 哎慢慢的她的 她的向往也变了 变了过段时间 她的丈夫来了 哎她一看 她就给开门 她丈夫一看 吃一惊 哎你是谁呀 不认得 哎她说我是你妻子啊 哦这个 她那个丈夫一看 太激动了 怎么你变成像天女一样的 变了 变了这个 丈夫一看 她的妻子变了 赶紧禀告波士尼王 你能不能见一下女儿 波士尼王我见她干嘛呀 我都不敢见啊 哎不一样了 所以再带波士尼王的女儿 见她的母亲 父亲 哎这个父母一看 她的女儿变成这么庄严 像天女般的 那太太感动了 以后这个波士尼王的女儿 才出入公众场合 社交场合 这是一个改变 改变相貌的 再就最近 我听一个句子说 有这么一个改变相貌的 发生在最近的时候 有一位女巨师 她确实皮肤长得很粗糙 不好看 她在一家公司 那个男朋友啊 家里可能条件还不错 也谈上恋爱了 谈上恋爱 她这个男朋友呢 受的压力很大 人家说你怎么找一个这么丑的女人呢 所以搞得这个男朋友 结果在同公司又碰到另外一个女同事 长得很不错 所以就把这个 她的原来女朋友给甩掉了 不跟她谈了 跟另外一个长得好看的谈了 好 这位女同胞 当然自贞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了 但是也没办法 因为自己长得丑啊 所以她就请了几个月假 去参加了一次 波周念佛 惊喜念佛 据说她真的是念了三十天了 就天天在那里念 念完之后 整个的皮肤脱了一层皮 脱了一层皮 整个的样子 变好看了 变好看 一到公司去 人家都不认识她了 那就在这段时间 正好她的前面的男朋友 跟那个女朋友正在谈的时候 那个男朋友出现一个吃货 吃货呢 就是都可能都快残疾了 所以那个女朋友呢 就把这个男的甩掉了 甩掉了 这个男的在病床上 又想到他原来的那个女朋友 就给他打手机电讯 是不是希望来见面 但是这个女巨师说 她已经铁了心了 她说见面可以 帮助她可以 再跟她 再恢复这个电爱关系 不可能了 所以就到医院看她的前面男朋友 那男朋友一看 哎呀 傻眼了 完全变了一个人 变得很好看 所以这个男朋友就向他忏悔呀 认错呀 能不能恢复啊 他不答应 就这么一个 发生在现在的事情 所以你真的去念佛 这念佛是最好的美容术啊 比那个你搞个伤眼皮呀 浓个鼻呀 还要搞点这个化学的那些图纸墨粉啊 那是对皮肤越来越糟糕的 你想美容 就赶紧念佛 好 请看第十月 舍我得佛 国中天人 若其想念 贪记身责 不取正觉 如果我成佛的时候 往生到我国土中的天人 这个天人仍然是指 待一往生的凡夫 如果还能 生起 对这个身体 去想念 去贪爱 去执着 去计较的心的话 就不取正觉 这叫 不起贪记身贱愿 好 这一愿 对我们 是非常重要的 法障菩萨在阴地 观察他方世界的众生 发现 轮转六道 以及现实的烦恼痛苦的一个根源 重要的根源 就是我执 就是身贱 我们对自己自我认知 这个我执分两种 一种叫 巨生我执 一种叫 分别我执 我们一投身到这个世界上 就带着强烈的我执过来的 巨生我执 就是执着阿赖耶斯的见分 阿赖耶斯有 细一点的见分 有粗糙一点的叫相分 执着那个见分为我 这种执着是余生俱来的 叫巨生我执 执着前五十 前六十为我所用 执着为我所用 他就在分别 这叫分别我执 所以一切繁复众生 离不开巨生我执 和分别我执 有这个我执 他就有一个占有的观念 就叫我所有 以我作为核心 产生一种对待 就是物质上的他人的对待 这种对待里面就产生了欲望 物欲 所以他要贪财富 为我所有来享乐 贪民生 民气 为我来农药 贪住宅 为我来住得舒服 他总是要贪 由这个贪 这个贪是来自于生贱 来自于我执 那生贱我执 这是贱火里面的 这种贱 贱底上的迷惑颠倒的第一 首位就是叫生贱 生贱 边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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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种贱火当中摆在首位的 就是生贱 何为生贱 就执着这个身体是真实的 执着这个我是真实的 这种执着实际上就是非常迷惑颠倒的 完全是被虚假的知见所控制 我们分析这个身体是不真实的 这个身体是地水火风 世大的组合 有什么可真实呢 它真实在什么地方呢 但是人有一种本能的驱动 它认为有一种客观的 真实的 不可便意的 能够把握的东西 它有这种自然的一种见解 那这种见解 从它的真实意义来说 它是站不住脚的 一切法都是缘起的 种种条件合成的 既然是种种条件合成的 它就没有它的自信 没有它的客观性 一切都是虚幻的 缘起就算有 缘善就算无 缘起缘善就是 缘起缘灭 自信了不可得的 所以《仁念经》开始 就讲七处真心 你心 心在哪里 心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 不在六根之内 七处都找不到心 无心 你能够无心 当下就是妙明真性 你执作有一个心 就等于在大海当中 生起了一个佛欧 你把这个佛欧 认为是真实的 认为是整个大海 你执作这个佛欧是大海 你就执事了 整个的广袤的大海 所以我们执作 这个身体是真实的 我们就执事了 我们的妙明真性 由这个错误的观念 我们就造作了很多的恶业 他就贪恋执着 你为什么要赚那么多钱 你为什么要当那么大官 你为什么要侵略其他国家 这些等等这些猛烈的追求 猛烈的战争 实际上他的根源就是身见 就是我执 那一切圣人的教化 就是要破我执的 你看孔子 在那种礼崩罗坏的战国时期 他又推行一套 自己的鲁家的人政 周又列国 累累落上家之劝 也不为各国所用 但是他还在住这个市 当时有很多隐士 那个时代的隐士 就嘲笑孔子 你就忙这些干嘛呀 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呀 孔子他有时候也知道 自己不会在那个时代有多大的所为 但是为什么他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他有一句话 就是为什么做这个事 既顾也 既就是不认同 顾就是顾之 这个顾就是我之 为什么各个诸侯国 你打来我打去 诸侯国君这个家庭为了权力 父子之间兄弟之间自相残识 这些都是身见我持的表现 所以你看论语讲 是悟 悟逼悟意 悟我悟不 孔子是在破我之的 只有把我之身见破掉的 他的四海之内 皆同胞乙的 这种同体的人爱心 才能显发出来 每个国家的国君 诸侯国 都是在强化他身见我之的话 那种战争就永远不能终止 春秋无异战 没有哪场战争是正义的 但是这是一个 我们这个众生 严佛的众生 最重的一个烦恼 最颠倒的一个之间 也是最难破的 所以佛的一代识教 武师说法 谈般若是经典 讲了22年 为什么要讲22年的般若是经典 就是要用般若的空会的智慧 来破我之的 进而破我之再破法之 你破我之就断剑是祸 破法之就断成杀无命祸 人法二执断尽成佛 那你再看看现在我们的很多社会问题 实际上它的根源 就是生间我之 但我们的教育 它没有在破生间我之上下功夫 它往往是在加固我之 去年夏令营 我们有一位中学中年的老师 他谈他学佛的经历 他说他有个儿子送到美国去留学 在美国那所大学 人家有一个入学目的考试 目的考试其中有一道题目 就是以佛教的理论来全息 无我 一道这个题目 中国的学生一看这个问题就懵了 因为他从小的教育都是自我实现 自我认知 自我认同 都是自我自我的 怎么又出了一个无我呀 他不了解 不了解就从美国打电话问他的母亲 他以为他的母亲在大学当老师 应该知道这个问题 这个他的母亲一天也懵了 他说无我 我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 但是他说是用佛教的观念全息无我 这位老师就开始接触佛教 看看佛教怎么谈无我的 他一接触佛教 最下来给他打开了一个智慧的大门 他发现佛教太有智慧了 所以他就开始学佛信佛 现在也老是念佛了 佛教是要给我们展示无我的 这种无我 这种无我就能开发我们的智慧 这种无我才能培持大慈悲心 这种无我才能够培养浩然正气 这种无我才能使人成为顶天立地的人产 我们明白这个 但是在这个世间大家都在执着身见我之的时代 你看看 想要破我之太难了 包括我们昨天讲的那个虚荣心要知名度的问题 他虽然这个老师也知道不要去戴高帽子 但是别人跟他戴高帽子他也很高兴 这个喜欢戴高帽子 别人说一句好话心里甜滋滋 别人骂一句就心里难受 这就是身见我之嘛 但虽然认识到一点 但还是碰到境界还是放不下 有的人贪财 有的人贪民 可能社会底层的人贪财多一点 社会高层的人贪民更厉害一点 他贪民有时候贪到什么程度 不能流方千古 也得遗臭万年 遗臭万年也比没有知名度好 他就是有这么重的一种身见我之 那么这一点 把藏菩萨看得太清楚了 所以他就发了这一愿 你只要往生到我的极乐净土 你就会离开身见我之 那这个太了不起了 我们这里见闻觉知 一切都离不开身见我之 看得破也放不下 实际上放不下 他也没有看破 余生俱来的巨生我之 无量节也在这分别我之 如油如灭 所以修行就很难了 你看我们就打佛七的时候 他也离不开身见我之 一经进佛七 他也说 哎呀我受得了吗 我疼痛啊 我等一下又困了 我等一下又要吃水果啊 不吃水果营养不够啊 这些他都是 一下子窗户开了 有风要感冒啊 一下子 反正他坐在那里 坐地不安 一下子要跑到外面 一下要喝水 一下要休息 一下要吃水果 一下要吃个 他为什么这样 他是把身体看得很 很重要嘛 摆脱不了这个 他就没有办法 心放在道上 一个真正的大 真修行人 他要突破身见的 我在这里经进念佛 要发一个誓 就是使其败裂啊 我把生命作为赌注啊 再可再累 再怎么样 我就宁可死 我也不退转啊 刚才有个句子也问 我昼夜念佛 我实在是顶不住 实在是十二点 要回去睡觉 实际上这是生间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无量节以来 那个时候都要睡觉 一旦不睡觉 他身体就受不了 这时候 你的要有一个事 发一个大事 我一定要 脱 脱破他 脱破他怎么脱破 就是 背水一战 破破成舟 把生命作堵住 我就不退 我就继续在那里 咬紧牙关念 要死就死在念佛堂上 要死就死在这个佛号上 死在佛号上 正好往生 你这个愿发出来 今天动地啊 这些昏尘睡眠 还能挡得住吗 昏尘睡眠 本身就是假的东西 直老腹 你怕他 他更厉害 你不怕他 一下子冲破他 人是可以不睡眠的 告诉他 不要以为 睡眠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我们被这个 睡眠所控制的 认为不睡眠不行 那么医学说说 七天七夜不睡觉 就会死亡 这是所谓的科学说的 实际上你把这个 生件突破之后 七天七夜 乃至于几十天 几十夜不睡觉 也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突破 生件我执 是我们修行的第一关 所以波越西经典讲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所相 首先是无我相 但是我们众生的 这种我执之相 太重大了 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一切都是唯物的 一切都是功利的 一切都是外面的价值来判断的 大家这种生件 我这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包括发展这么多工业什么 现在很多的工厂工业 它制造的一些都是什么 都是生件烦恼的产物 让这个身体舒服 实际上那些东西可要可不要的 那么你要让这个身体舒服 不是它基本生存所需要的 那这个包括坐垫 这个坐垫 那个插那个垫源 那个垫源什么的 我们都看到很多产品 有时候送给我 我都不要 我要这个坐垫好啊 插上垫源能够震动啊 能够这样那样啊 这些东西可以不需要的 但是为了发展经济 它要制造这么多的产品 要有这么多能源的消耗 要有这么多资源的投入 生产那些实际上 人类不需要的东西 而这些实际上 它还是生件无质的问题 所以这个一定要突破 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就自然离开 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看 虽然这个地面都是黄金白银 都是七宝 但是它没有生件无质 它不会啊 眼睛一亮 这么多黄金啊 我赶紧拿些东西 放到保险柜里去 它不会动这个念头 它那个楼七宝宫殿 很多很多 它也没有门牌号码 这是我的宰子 那是它的宰子 对无尽的庄严 它绝对不说 我要拥有 这是我的私有财产 要搞私有质 没有 那么人有一种生件无质 他才会搞私有质 我们正式要破除生件无质 使人更有人爱之心 更有同体之感 这样一个富有的人 能够把他的财富捐献出来 让贫穷的人来共享 贫穷的人 也活在他的一个地位上 要感觉到人家富贵是人家的善因 你不要有仇富的心理 不能再进行打土豪分田地 然后你对人家富人 给你的一种不失 要怀感恩的心 这种教化就是 让富人来让大家共同享受 这是要道德教化的 让穷人能够感恩 能够在安分本分的诚实的劳动 那社会就和谐了 这不能是靠暴力的 而是靠教化才能实施的 好 我们请看下面 第十一愿 第十一 镇定必至涅槃院 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说我如果我成福的时候 我住持的极乐岔土 往生的天人 都能住在大乘的镇定聚 必定 必定能得到大乘的涅槃 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 就不取正绝 好 这就叫正定必至涅槃院 这一愿是四十八愿的终极的目标 表明阿弥陀佛平等九法界众生 就是让一切众生成就大乘佛果的 那么法上菩萨为什么法这一愿 他考察他方世界 无量无边的刹土 也有很多佛在那里视线八项成道 但在修道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态 众生的根基不一样 它常常会退转 比如释迦牟尼佛这一带 这一期的教法 他大部分都是僧文的弟子 没有菩萨的弟子 这些僧文像涉地佛大墓尖连摩和加瑟 这些人 他们可是在大通至圣如来坐下 已经发过菩提心的人 大通至圣如来 是什么时候的一尊佛呢 是无量久远结以前早已实成的一尊古佛 那时间非常非常久远了 久远到什么程度呢 你没有办法用时间 什么多少节多少节来表达 只是用了一个成点节 怎么叫成点节 我们看佛经这些大的概念呢 我们虽然把握不住它的一个整体 但是它的一种比喻的说法 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量 这种时间有多么久远 比如说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世间摩尼佛的教主 三千大千世界是百亿个太阳系的 百亿个小世一世天下 那是非常广袤的一个区域 把三千大千世界都这个大地啊 都这个细化为微尘 就像一个基本例子 那样微尘 那么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尘 再向东面 过一千个三千大千世界 下一点 下一个微尘 再过一千个佛刹 再下一点 直到把这个尘啊 全都下完 那这个所设计的地方就更大了 好 再把这么多的这种佛刹 又碾成微尘 大地点 每一尘就是一截 那这个截就很多了 好 大通至圣如来 乘佛的时间比这还要多 那就没办法想象 好 大通至圣如来 坐下 这些 那时候 释迦牟尼佛 曾经是 大通至圣如来 他有十六个王子 十六个王子以后都出家了 作为菩萨 沙弥菩萨 当大通至圣如来 叶盘之后 这十六位沙弥菩萨 都在演说灭花灵花经 好 这个摄底佛 大梦经理 魔后加斯这些人 就在 那个时候 在释迦牟尼佛 做沙弥菩萨的坐下 文法发心 发菩提心 虽然发了菩提心 然后成点节以来 他们静静退退 如空中柳絮 然后到了这个时候 还是身文的种性 还没有正式地修菩萨道 可见 要到大乘佛法的 这个正轨道上来说 极为不容易 发菩提心 你要把它实施下来 非常难 难到什么情况 这里常常讲 摄底佛在六性位的时候 就是十性位 六性位的时候 他忽然发了大菩提心 我要度众生 好 你怎么去度众生 度众生肯定要到有众生的地方去度 不能躲在青山老林 好 他到有众生的地方度 我发菩提心 我要利益众生 这时候 第十天就变化为 就变成了一个婆罗门的年轻人 就在路边 说要请求帮助 摄底佛说 哎呀 正好我发菩提心了 现在众生有需要帮助 我来帮助他 那这个 摄底佛就问 你需要什么帮助 这个年轻人说 我的母亲生病了 我的母亲需要一个药影子 这个药影子要 修道人的眼睛 摄底佛说 我正是发了菩提心要修道 我就把眼睛贡献出来吧 他就 一下子就把自己的左眼 挖下来 交给这个婆罗门的年轻 这个年轻人一看 说你怎么这么心急呀 我要的是右眼啊 不是左眼啊 这摄底佛说 哎呀 这么重大的事情 没有问清楚 好 你要右眼 就把右眼再挖下来给他 这个婆罗门的年轻人 拿着他右眼 闻一闻 说你这眼睛不行 发臭的 发臭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修道人 发菩提心的眼睛 发菩提心的人的眼睛不臭 凡夫的眼睛是臭的 他认为你这个还是臭的 就丢在地上 而且脚坦 脚践踏 说这个眼睛不行 这个摄底佛这下就受不了了 哎呀 说这个壁人 就骂 你这个是很糟糕的人 我这么 两只眼睛都给了你 你还说臭的 说哎呀 这个众生 没办法度了 算了 算了 我还是做治疗汉区化 退转 所以这个考验 没有过关 不及格 可见 这个要得到大乘正定据 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它是在六姓位 如果进一步到了十姓位满 进入原教出柱 就叫正定据 那么佛教讲这个正定据 邪定据 不定据 正定据 就是必定可以成佛的 叫正定据 邪定据 一定是六道轮回下三号道的 还有不定据 不定据就是看它遇什么园 遇到好园 大乘的园 可以进入正定据 遇到不好的园 不信英国 录到邪定据 那么在释迦牟尼佛 一代实教当中 不仅这个退转大菩提心的人 还有甚至是堕三个道德 比如善心比丘 善心比丘 他修到四常天 他以为就到了涅槃了 正到涅槃 随着四常天的寿命 短了之后 他还要轮转 这时候他就生起了 一念绑佛绑法的信 绑佛绑法的信 说这个佛骗他 根本就没有涅槃 这下就到了二比第一 这个退转 那是堕的三个道 还有提伯达度 出佛生学 为了明文立养 深深堕入地狱 那么这些 这种退转太多了 尤其在末法的时候修行 更是显向凡身 如果你不能见到正信正见 极有可能走上邪路 你想求精神品格的提升 求解脱之道 反而堕落 现在你看我们 佛弟子也很多 有时候一看那个知见 还真的挺成问题 知见不正 他又勇猛精进 走入歧途 成为谋子谋生 甚至走火入魔 这种大有人在 由于我们这些年来 佛法的正见 基本上没有在大众 这种场合进行推广 才会有那么多 修法能功的人 修法能功的这个情况 实际上我们佛教 负有一份责任 你不弘扬正法 那当然邪的东西就占足 就会趁虚而入 因为毕竟广大的众生 他有这种内在的精神需要 宗教信仰 终极关怀 也是余生俱来的 尤其在这种最苦难的时候 人对一种终极的这种寻求 这种更迫切 但是你不能提供正的 他就是随便抓到一个鞋的东西 他以为是正的 所以末法的时候 他常常走入歧途 所以法障菩萨也看明白了这个东西 所以他就要复念众生 要让众生在修菩提道的道路当中 在成就佛果的过程当中 安稳地到达目标 所以他就要发出这一院 那发这一院 实际上就解决了我们的三个重大的问题 哪三个重大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 就是离开轮回 解决分段生死很难 按通途的佛法 你一定要断贱或失货 才能离开分段生死 才能离开三界的轮回 这就是阿罗汉的水平 叫常义生死不受后有 数作一半 但是这种事情 靠自己的持戒禅定智慧的力量 来断这些见识祸 对末法众生来说 难中之难 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出得去 别说得九次的定 我们这个世界众生 想得一个出禅都很难 所以念佛一法 就先解决分段生死问题 你只要信愿念佛 蒙弥陀愿力加持 虽然见或失货没有断 可以待遇横超三界 大家一定要注意 待遇往生的情况 昨天的大家的提问 也表明对往生的一种担忧 我散乱心念佛能不能往生呢 实际上担忧 待遇往生告诉我们 凡父众生都是散乱心的 都是生灭心的 都是污染心的 这些不构成往生的障碍 构成往生的障碍 就是怀疑 你只要有信心 散乱心念佛 这在善导大师 他在关键词帖书 在首付信心这个章目里面 可以给我们 开示了一个 水火二合白道御 水火二合白道御 英语是非常深刻 说有一个人 忽然某个时间 发起心 要向西边走 向西边走 百千万里 这就表明 一个凡父众生 在五族阿世的时代 发了一念修道的心 西边代表解脱道 了生脱死之道 然后他自己 他一发起这个心 自然自己要走了 开不走 一走到中途的时候 就由阿世 毒蛇 冤家 来追杀他 一追杀他 他就赶紧跑 这表明什么 表明我们修行 只要修得有点得力 马上我们的内心的 烦恼魔 魔障就起来了 烦恼的魔障 六根 六成六十 还有多生多结的 冤情在主 就代表这些 要追杀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力量 就杀我们什么 杀法神会命 你不修行 这些冤家对头 还很安稳 魔王波寻 他也很放心 你一旦要出魔子 魔掌 他可不让你 随便出魔镜了 他要追杀 追杀他就赶紧跑 跑到一个 空无人烟的地方 但是这个 三面包抄 给他形成一个包围圈 他自己力量非常切弱 没有办法 跟这些毒虫 跟这些冤亲债族 进行对视 他只有逃命 逃命这时候 对面就有一条 就有两条河 这个百合 百面是一条水河 南面是一条火河 河把它挡住了 但是中间有一条 四到五寸的白道 这时候他想 向两边走 逃不掉 向后退 也退不回去 唯一的一条深路 就是踏上这条白道 也许能够有逃生的可能性 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 是别无选择 就开始踏上这个白道 这就是在他最无助的时候 他求助佛力 他在信念念佛 就踏上了白道 这个白道虽然狭小 但是这个水 常常静慢在白道上 火常常烧在这个白道上 说明火代表我们的憎恨的烦恼 水代表我们贪欲的烦恼 所以繁复众生 都是水生火热的 但是在水生火热里面 在贪 撑 两种烦恼里面 你有这条白道 你只要念佛 就能得到两土四尊的加持 不让我们掉在水火二河里面 两土四尊一加持 我们就能顺利地 约过一百步的白道 到达极乐世界的彼岸 这个意思 比喻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 你散乐信念佛 你有贪欲心 有憎恨心烦恼 没关系 你只要信念念佛 就能到对岸去 他没有说 把水火二河全都干枯了 我是大摇大摆地过去 没有这样 如果水火二河干枯才能过去 那就成了通途佛法 靠自力断烦恼的 这么一条修行道路 这条道路是一个特别法 所以念佛法们能够让我们稳妥地 解决分段生死 这是第一个难关突破的 第二个难关 就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当我们破剑或施货的时候 就已经震到了人我空 人我空呢 他也就九次地定了 灭尽定了 他非常安乐 那种三昧里面非常安乐 所以一般的人 他都会取证 这个偏真接盘 就是堕无微坑 饮三昧酒 不再出来了 好 那么这样 这是阿罗汉 顿性阿罗汉 马上求证 求证以后 他永远生不起 度化众生的菩提心 没有这个菩提心 永远不能成佛 他的阿罗汉只是一个化成 三百游行的化成 距离五百游行之外的佛属 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心量狭小的凡夫 他修行得意 他马上会取证 凭证涅槃 这是一个 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 在这个时候 就需要十方诸佛的加持 这个时候 就需要你因地上中的 大悲愿离的动力机构启动 还有苦难众生故 不能在这个涅槃当中安住 还要去修菩萨的六度万恨 通过六度万恨 断自己的尘杀祸 无名祸 你看那个华言经讲 七弟菩萨都有这种困难 七弟菩萨他要 离开心意识的时候 非常享乐 他就想取证 取证这时候 十方诸佛都会伸出手磨顶加持 提醒他 你别忘了你的菩提愿 这样由十方诸佛加持 他才想起来 还有众生可度 他就又继续修菩萨道 他修菩萨道 他已经证到了 卢梦 卢患 卢患 卢影的这样的智慧 但是你不能安住在卢患 卢影的空性当中 还要从这个空性当中 再生起卢患 卢梦的 度化终身的佛事 实际上到七弟八对 你还是在无名大梦当中 好 到了八地菩萨 他继续精进勇猛的度众生 庄严净土 最后他就从 有浊的心意识 变成无浊的妙佣 到了八地菩萨 他是无功用道 无浊妙佣 一切都无量了 这就比喻为 在梦中度众生 实际上他自己在梦中 度梦中的众生 他自己能醒梦 就好像你要救一个人 在梦中救一个人 那个人正在水里面 马上要沉下去 这时候悲心狠窃 我赶紧要救 我去游泳 游泳就由于心狠窃 他就游泳的动作很大 很大动作很大 声音很响 哗哗 用尽几点的时候 他的梦醒了 由于度梦中的众生 他的动作很大 心很猛力 他自己能梦醒了 就这个道理 所以 到了 他就没有这个困难 因为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让我们住在大声正定距 得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 他能够趋向阿弥陀佛的慈悲心 所以能够破见识祸 他不会安住在阿罗汉的水平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很多的声闻 也分身他方世界 教化无量众生 令这些众生发阿罗多罗三名三部地心 这些极乐净土的阿罗汉 都能令他方世界众生发 无上正的正觉之心 当然他自己的这个心也发起来了 只是他正位 断见识过的水平成为阿罗汉 实际上他的种性 还是大乘菩萨的种性 所以极乐世界就没有这第二种难 第三种难 就是得阿皮八字 不退转难 说成佛道难 那么这个净土一法 他能够超越 凡复众生一去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三种不退的菩萨 阿皮八字 不退转 第一是位不退 你落到圣位 不再退的凡复位 第二是行不退 你能够做大乘菩萨行 不再退到身闻源 就治了汉 第三是念不退 就是你的每个念头 都跟一切种子相应 身口一山一 谁智慧行 心心流露 沙不落海 三不退 那么在他方世界 你虽然是阿罗汉 你要想得到原教出注 不退转的水平 那是很难 你没有得到不退转 这个阿皮八字 皮八字就是退转的意思 阿是不的意思 不退转 如果你是退转的状态 他就常常一下子 你进步一步 花了一下可能退十步 在你勉强进三步 又退了 所以进进退 对动静无量节 都很难上轨道 所以阿比八字 是上轨道的第一步前提 你到了不退转 你的三大阿僧几节的修行 才从不退转的位置上去算 你一退转的话 都前功尽弃的 所以菩萨修道 他第一个目标 就是要得阿比八字 如果阿比八字不能获得 他就要奴就投燃 奴上靠比 这个靠智力得阿比八字太难 因为你一定要突破 见货失货 成杀货 你要破一品无名 才得阿比八字 这对于末法众生的众生 来说梦都梦不到 很难达到 那得阿比八字 你前面成佛的道路 还要经过三弦位 和实地位 就是实柱实行 实回向 实地 再到等觉 再到妙觉 好 这个过程也是漫长的 这都对我们构成难关 好 那么镜头法门在这里 来实施它的顿操的特点 先让我们幸运持民 横超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一去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阿比八字 不需要你修正 虽然你是凡夫 但就是阿比八字 虽然是阿比八字 但是你一品烦恼都没断 这就是西方极乐净土的一个 非常特异的 其他就其他在这个地方 你说他是凡夫吧 他又是阿比八字的圣人 你说他是凡圣人吧 但是他是一品烦恼 也没断的凡夫 你名称都没办法 给他界定他的身份 非凡非圣 即凡即圣 是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在这个阿比八字当中 在魏部队 行部队 念部队当中 尤其在念部队当中 他就顿然超约 四十一个阶梯 他就不像释迦牟尼佛一代识教 非得要 你一定要十性未满 破无名得出柱 出柱再修多少行 心和行才得二柱 得三柱 十柱满之后 你再实行 十回相 一个一个阶梯走 那到了登地菩萨 欢喜地 你不知道发光地 是什么情况 发光地的菩萨 不知道宴会地菩萨 怎么情况 出地不知上帝的菩萨 的举足下手之处 这是这个渐进的阶梯 好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这个样子 他可以顿超 不需要经过通途佛法的 这个一个一个阶梯的 这样的行持 他能在念不退当中 顿然超约四十一个阶梯 到达等觉菩萨的位置 这就是这个净土法门 书记成佛的一个书生 这个书生是来自于 法藏菩萨因地的发愿 他就是发愿 往生者快速成佛 如果说还要一地一地来 一个阶位一个阶位来 就实现不了 寄出成佛的大愿 正因为他能够快速成佛 才能够吸引 像普贤文书 善财同志 以及华藏海会四十一位法神大士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说这些普贤文书善财 靠自己的智力修行 也能成佛 没有问题 但是他成佛要圆满十大愿望 要福得智慧 包括他的相好 还要修一小节 才能得佛的相好 这个过程很漫长 但是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缩短了这个过程 很快就成佛了 由于这个殊胜 才能够令 普贤菩萨 以十大愿望导过极乐 劝勉 善财同志 于华藏海会 四十一位法神大士 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 凡负众生 从出发心到原成佛火的三个重大的难关 就在净土法门顿然超过 破三观 你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得到大乘正定句 就有资格回娑婆世界 度众生 现在我们 很多人也发愿 我要度众生 但是 我们自己烦恼重重 如果我们不能往上西方极乐世界 在这个世间 想度众生 无有是处 龙树菩萨在制度论里面 说得非常的明确 没有得阿威 约志的地位 想度众生是不可能的 就好像一块很大的冰块 你用一小杯的开水 要把它浓化 不可能一样 你小杯的开水 好像要浓化 你也可以浓化一点 但是等到它 等点时间一看 那个你浓化的地方 还反而更高的 冰块更高了 所以自己不会游泳 你想救那个淹水 淹水的人 是救不上来的 不仅救不上来 你自己不通一下 跳下去 要淹水的人 紧紧抓住你的胳膊 你也游不动 一下子 无非是多了个死鬼而已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看看我们很多人 我要度众生 有时候真的你跟人家讲经说法 或者给家人讲修行 人家这个嘲笑 得了吧 你说什么呀 说得像真的似的 你看看你是什么样子 说得自己也不好意思 因为自己的道德 智慧都不行 所以要度众生 赶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由弥陀愿力加持 得到大声正定据 我们才有资格回来 在回来 这个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 也在现前修行 普贤十大冤枉 也在进入快速成佛的一个过程 确实在娑婆世界修行 也有他的殊胜 在娑婆世界修行 一日一夜 胜过极乐世界修行百年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太难修行了 贪难修行的你还能修行 那就难能可贵 难才可贵 这个世间 确实有很多修行的机会提供给你 比如你要圆满六度 布施 你在西方极乐世界 大家都没有贫穷的人 你想布施没得机会 这个地方贫穷的人很多 如果你有福报 你布施的机会太多了 西方极乐世界 足上善人聚会一处 大家见了都非常恭敬友好 那在这个世间 可不是那么回事了 冤家对头碰面 帮你成就 忍辱波罗蜜 你修忍辱在哪修 到说不世界好修啊 天天碰到冤家对头啊 天天碰到骗你的 骂你的 开你游的等等 这时候你卢卢不动 做还债想 做父母想 做什么 你可不是成就了你的忍力吗 所以我们了解目前所住的状态 了解西方极乐世界 让我们得大定正定句 快速圆成佛果这一点 我们求往生的心 要恳切地发出来 这种恳切是万年莫晚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 成佛之后 广度一切众生 好 南无阿弥陀佛 好 哎呀 这个条子很多啊 宿生和罪生意莫法 今生和性得益佛法 感谢大恩法师慈悲 作如来使 誉我众生 惠我等以真实之力 在这个如此殊胜的法会中 希望法师带我等众生 恳求佛教会及宗教局 在惠州办一个静宗图书馆 以利于大家更好学习净土法门 信愿持民蒙佛接引 以此往生成佛广度众生 这里我看佛教会和宗教局的领导 都在这里 这是民意 希望能够照顾一下 能够住一个静宗图书馆 也不错 我只想问一个问题 人死后24小时 内不能动其身 现在有个捐贤器官机构 我想死后 我想死后去捐贤器官和眼角膜 我这种行为会影响往生西方吗 我怎样住才能两全其美呢 捐贤器官要在24小时之内 首先你有这份发心是菩萨心 慈悲心 值得赞叹 你要守护住这个愿心 那么人死20小时不能动其身 这是指一般的常态 就主要是说 人神师离开之后 他还有残存的神师 这个神师还有感觉 如果你碰他呢 他会有疼痛感 这种疼痛感可能会影响 这个神师会堕到三个道 为了护念这样的过 就不要去动 但是现在你有一个特殊的发愿 这个发愿会超过那种疼痛力量 给你的烦恼 再加上阿弥陀佛只要临终的时候 前来解引 神师离开了身体 到了连胎上 弹指之间到了极乐世界当中 你还怕这个臭鼻狼 被别人搬来搬去干嘛 你得有自信 你神师到极方极乐世界去 就不在乎这个身体了 所以你只要发愿 你内心有这个心理准备 24小时之内 肯定医院会把我的眼胶膜给摘下来 你已经有这个心理准备 你就不会被这个属动自己的心 也不会动自己的烦恼 所以不会妨碍你往生极乐世界 而且相反 由于你这种慈悲的捐贤 会增上你往生极乐世界的品位 我老想做自己是菩萨化身 这样会不会不好呢 这样不好 你怎么老想着你是菩萨化身 你怎么老不想着你是母子摩生 应该要想到自己是个罪恶生死凡夫 痛苦不堪 烦恼重重 唯有仰靠阿弥陀佛救度 才能从苦海当中拯救出去 你应该做卢氏思维 你不要想自己是菩萨 你菩萨到什么程度 你这样说的话 你就犯了大汪雨落 破根本戒了 这不好啊 追求人天福报 是否妨碍解脱 如何用念佛法门 元龙试出试经法 大耶往生中的因果律怎么理解 或如何从因果律去看大耶往生 人天福报 是因果的法则决定的 你今生有什么福报 有多少财富 能不能当官 子女情况怎么样 寿命怎么样 健康状况怎么样 是因果决定的 不是你追求得到的 有的人认为 我勤劳 我就能致富 现在有个短信叫勤劳出穷人 为什么 你没有种到这个因 你就一天到晚去勤劳 你也富不掉 人家种到善因 人家钱来得很容易 所以财富是从布施里面来 不是从所谓的勤劳里面来 但你命中油加上勤劳 能产生作用 如果你命中没油 你勤劳也是忙忙碌碌碌一辈子 两手空 所以对念佛行人来看 相信了这个因果之后 顺其自然 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有多少福报 不要太去贪恋执着 你以这种出世的心态 对待世间的福报 他就不会妨碍你往生 那对于敬业行人来说 他念佛要圆农世间的 不是说天天求生 希望极乐世界 我家也不雇了 职业也不雇了 事业也不做了 不是这个样子 敬业三福告诉我们 你在家里 要做好你的家庭角色 孝养父母 奉使世上 实行菩萨 修实善业 你在世间 资深事业 你都要尽力去做 尽力去做 你摆正心态做 它也是佛法 能够随分随力地 去做佛法的修行 乃至于你一天就用三五分钟 来实验念佛 也是在修净土法文 它不妨碍世间 是农工商种种的职业事务的 这样你就能圆农了 但一往生 它确实跟一般的因果律 有它的特别之处 五年十六的罪人 一定像阿比比喻 但是你一惭愧心念佛 就能够顿敲到极乐世界 它完全就不是一个 一般的因果律 这是阿弥陀佛 以因果律觉 做众生因地心的 一种特殊的妙因妙果 所以看待大人往生 要别去直言 要有第三只眼去看 不能用寻常的眼光去看 乃至十念的十 是十念还是一个圆满的数字 十念就是数量 不是一个表法 临终自信念佛 或者念满十念 或者就念一念两念三念 它只要感通上了就成功了 谭经中说 西方人心恶 更愿往生何处 如何解读 谭经是六祖惠能的 一个禅宗的书籍 要了解禅宗的家风 它是不低文字 一切只归本分的 所以很多文具 都是让我们向上一路的 一种积风转移 所以说 东方人造罪 念佛求生 西方 西方人造罪 念佛求生 何土 这是禅宗祖师的 这种家风 让你离开什么 东方西方 善窝的对待 消敏这个对待 回归到不二 但你不要把这个东西 作为真实的法去理解 那就是三世佛约了 所以明天设施不同 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你哪会心恶啊 刚才讲西方极乐世界 你连生见我之都没有了 一切都是慈悲心了 向好庄严都跟等同佛了 还有什么心恶啊 所以这是禅宗的这种话语 不能用这个指规向上的特殊的表书 来批拨净土宗的真实的 求往生的法 这两者不要混淆就可以 净土宗以五经一论为修行依据 三藏十二部其他经典 为什么不学 净土宗的学习应该增加其他经典吗 首先我们说 你五经一论学的怎么样呢 你能把五经一论通达吗 等你通达了五经一论 和中国净土宗祖师的著作之后 你可以读一读 其他大乘的方等经典 像法华经 华严经 仁严经 金刚经 涅槃经 这些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的五经一论 都不了解的情况下 暂时把其他的经典放下 先把五经一论通达 还有净土宗祖师的著作 这是非常重要的 要么你开始就读得太广 可能就相互观念冲突 让你的信心很难树立 这是本人的经验之谈 我幸亏有段时间 什么经典都不读 专门就是读五经一论 祖师的著作 才慢慢地有点信心 要么你开始就博览经典 那信心太难建立 这是一切世间极难性之法 所以通中通教的人 常常不信净土 就在于他用通土的教理 来全新特别法文的 不可思议的东西 所以还是要从净土五经一论 下手为好 我们已受过菩萨戒 但有的同修受戒后 变得特别小心 时时怕犯戒下地狱 好多世间的事情 也不敢去做 请问我们要如何对待 持戒以及日常生活的问题 菩萨戒首先你要注重前面 持戒不要去犯 持戒里面确实可能有些限制 就是你不要开酒店 你开酒店就要孤酒戒 孤酒戒这是破根本戒 那这些都是给我们 很好的劝导 你要找一种善业 证命 不要去做那些邪业 返卖毒品是很赚钱 但你能去做吗 屠宰场的事情 你也不要去做啊 贩买婴儿 你也不要去做啊 这些都是违反国法的 菩萨戒弟子也有规定 不能去做 所以它正是能够使我们 世间生活过得更好 我们受戒不是受约束 受戒是得解脱 戒律要有智慧的一种把控 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敢干 你如果去办一个慈善医院 怎么可以不干呢 那就是干得更欢呢 包括你用正当的职业 赚取你正当的财富 也是可以的 这些我想 不会跟世间的生活有矛盾 我们说要勤修念佛 早日到西方极乐世界 可是每每都遭到同学同事的反驳 说我是意志低沉 消极人生 不求先进 不吃苦奋斗 请开示 刚才讲世间 世法和佛法要圆容 作为一个念佛的行人 更应该在工作上做得更出色 不要给人感觉到你念佛就是消极 念佛正好可以消灭障 开发智慧 培植慈悲心 提高道德品质 他应该在世间法方面做得更好 如果 我很希望你能建立一个佛学 涵寿网络 让在家居士在你的网络里系统的学习佛法 那么这方面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谋划 但还未有具体实施 因为确实他还需要一些人力资源各方面的组织 目前本人也很惭愧 见大佛占据了我太多的时间 但是等到适当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运作出来 目前我们东宁寺办了一个尽忠研习班 学员有三十多位 同时我们也同时搞了一个寒寿 大家可以先参加我们 尽忠研习班的寒寿班的课程 出家人住在居士家合适吗 出家人偶尔住一两天可以办事 但是长期住居士家是不合适的 出家人应该住在寺院 东宁寺48米高的大佛建造工程进展情况 临终是否一定需要住念 念佛是义佛同时义尽忠 历代祖是可否 历代祖是指出足 指什么 指大安法式 你这句话可是把我往地狱里面推了 你可千万不要这样说 我们东宁寺48米大佛的建造 目前非常顺利 工程进展顺利 中柱县部分 现在三门和三盛殿已经封顶 目前进入装修状态 大雄宝殿也在做 接引桥 铸造也已经铸造到一半 那么可能十月份就开始安装 我们争取在春节前后把大佛竖起来 谢谢 东宁寺的这块大佛地方有3300摩的土地 我们现在各方面达成共识 把这块土地建成一个专修净土法门的道场 除了大佛不收门票之外 我们3300摩的地方真的是拒绝一切商业化运作 提供给海内外四种地址 在人里专修净土法门 我们也会办居士安养中心 提供大家长期在能念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临终观看 临终是不是一定需要祝念 实际上你平时念佛 信愿持命有把握 临终不需要祝念也是可以的 相信阿弥陀佛灵命中 一定会接引我们 祝念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你有过信愿持命 信愿形很扎实地建立起来 一切都是靠阿弥陀佛 不是靠祝念去送往生的 这一定要把这个关系搞清楚 净土中历代祖师 要知道能成为祖师的人 一定是 首先他自己修行得念佛三昧 其实他在度化众生当中 悲怨甚深 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任何净土中祖师 都不是在生前确定的 都是他往生之后 适中地址 看他的得业和弘化的攻击 由后人推选的 而且镜头中祖师 他不是像什么禅宗祖师 非得要有个传承 要传衣博的 实际上我们就是直接跟阿弥陀佛 产生一个传承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祖师的确定方面 一定不要盲目地去崇拜 如果真正具备祖师资格的人 恰恰他会说自己 捏葬身重 不具备祖师的资格 那个说自己有祖师资格的人 恰恰是不能成为祖师的 大家要有眼光 我是一个民间居士 自己在做企业 你讲的信愿形 我早就有了你主讲的光碟 很敬仰你 对佛我很信 我有两个事情要请教 一 我以后想写一本书 是关于佛教与企业管理方面的 你能帮我指点航行吗 二 我是妙峰法师和元慧法师的弟子 我还想归于你的座下 且愿修我这个弟子吗 你想写书 这个结合佛法跟企业管理来写 是可以的 那这个企业管理 从西方的管理学来看 它原来比较做中一些操作性的程序 实际上企业的管理 它是对人的管理 对人的管理是对心的管理 对员工心的管理 实际上是对你自己心的管理 你自己的心管好了 才能感通员工的心 员工的心跟你达成共识了 现在就企业化 这就是愿景统一了 才能出现效率 那么这个佛法 确实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源 作为一个企业的老种 你自身的修心养性 自己的品格一定要上来 一定要有人爱之心 一定要有一种道德上的凝聚力 才能够转化为 你企业的创造力和效率 你从这方面去下手 我想东方的佛教的文化精髓 和现代社会的一种效率 就能够完美地把它结合起来 你已经皈依了 皈依要知道 不是皈依哪个法师 皈依是皈依身宝 身是身企业的意思 是皈依身团 所以哪个皈依师 只不过是为你在三宝面前 做个证明人 就好像你要录党 录党要有两个录党介绍人 你不是录两个介绍人的党 是露党的组织 这佛门 你皈依三宝 只是给你受皈依的是一个证明人 只要任何比丘都可以做这个证明人 所以你不需要再重新进行皈依 你只要把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能够落实在行动当中 能够信愿念佛 求生净土 就是很好的佛弟子 很好的敬业行人 就可以了 好 时间到了 南无阿弥陀佛 帝子壮等 置心顶礼 全觉声闻慎重 自心鼎鼎 本师释迦牟尼佛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无安师因菩萨 大师至菩萨 连此海会众父上 回垂慈哀 正名祈愿 在无量节礼前 有一位大佛宝 文姓佛宝 心开地结 舍家弃欲 行作伤 为平等纠度一切共争 真信发出四十八大余 又经过无数节精进免入泄种地 终于建成了无比清静庄严的西方极乐世界 为主众生提供到一个真实安乐的生命并续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光明变照 十倍雇佑 我等病假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ただ鲁陀佛 我等病谁 我失望 realidad 我一名 我信心时 阿弥陀佛则加持我 我自成念佛时 阿弥陀佛则摄取不舍我 阿弥陀佛对我等众生的生恩厚德 虽天地不足以比其高 虽大海不足以欲其身高 我等因此能放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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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山公民主庭 是晋宗出祖 会员大师所开创的 中国晋土第一道场 往昔远宫大使率连社123同仁 于波瑞云台阿弥陀佛相殖 尊重历世 厌佛求生安养 现今东宁寺世众弟子 在此正通仁格之圣事 为报佛恩 于此开宫建造 阿弥陀佛捷引大图像 并建造与之相配套的 即修行 功法 教育 研究 慈善 安养 与临终关怀 为一体的 东宁敬祝愿 实施 净化人心 提身道德 心愿念佛 同根极乐之宗旨 用于续佛会命 光大祖庭 成为百千万劫 习有难逢之圣事 祝有难逢之圣事 东宁敬祝 东宁是两序大众 感恩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及十方三世 祖佛菩萨的慈悲无忧 感恩 资养我们的阳光和大地 感恩 竹山长老 与四众弟子的关怀 感恩 政府 领导 与社会贤达的支持 感恩 与帮助 坚帮助 将帮助 东宁寺的人们 仅在 阿弥陀佛向前 为所有 关心 支持 和帮助过 东宁寺的人 及其家属 祈祷和祝福 祈祷和祝福 为我们的 祖国和人民 祈祷和祝福 祝愿国家昌盛 人民安乐 祝愿世界和平 同体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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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被灵敦 被遭磨的人 被审害 被淋怒的人 祈祷 为一切 身心 已經遭受倒害的人 祈禱祂 願阿彌陀佛 庇佑祂們 捕慰祂們 願災難不齊 疾病遠離 戰爭消滅 正義永住 僅在阿彌陀佛向前 為一年來在戰爭中死難的人 在恐怖時間中死難的人 在疾病中死難的人 在車禍中死難的人 在空難中死難的人 在水火地震的災禍中死難的人 祈禱 為所有一切自然與非自然死亡的人 祈禱 願阿彌陀佛 慈悲皆引其皇陵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僅在阿彌陀佛向前 為天上的非寮 地面的走速 水中的魷魚 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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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早日脫离轮回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让我们共同自心祈祷 祈愿阿弥陀佛结盈大图像 早日圆子 祈愿阿弥陀佛悲愿光明 安乐一切众生 最后请大众一起诵念 十方三世佛 阿弥陀第一 阿弥陀佛第一 于此修福归 于此修福归 视为最吉祥 视为最吉祥 所向妙庄严 显张大悲心 无量光鼓照 不愿不愿不愿 真祭苦众生 真祭苦众生 我以至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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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报恩怨 八十报恩怨 撤住佛 各位大的毕修 各位居士同修 今天下午讲 往生三愿 在四十八愿当中 社众生愿当中 有三条非常重要的愿 就是涉及到 我们如何往生的问题 前面谈到社 法生愿 阿弥陀佛来庄严自己的 无量光寿和知名度 其目的也是为了救度众生 社净土愿告诉我们 西方极乐世界 是真善美慧 自及庄严的差点 社众生愿 到西方极乐世界 任运地 修道 行善 快速地 破无名 成佛道 无论是正宝庄严 还是医保庄严 都是整个法界当中 最甚无比 好 那极乐世界 竟然那么美好 剩下的一个问题 就是 如何才能去得了 这是对一些近夜行人 非常关心的问题 就是往生的条件 是什么 阿弥陀佛 五大节的思维 对这种事情 是寄以了非常 深切地关注 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 令众生 安稳 往生的问题的话 你一切净土的庄严 正宝的庄严 再殊胜 也等同虚设 那么往生 是要针对 九法界众生 来施舍的 他所施舍的 往生的条件 一定要 门槛低 才能实现 平等救度 无条件救度的目的 为始 法上菩萨 真的 从大智慧心里面 大平等心里面 把这个往生的 这种条件 施舍得非常简洁 非常有操作价值 也能令一切众生 都能往生的 这么一个基准来施舍 好 下面我们就看 第十八月 施舍得佛 十方众生 智心信药 欲生我国 乃至十念 若不深者 不取正觉 围处武力 诽谤 正法 第十八月 号称是 四十八月的 核心眼目 是在究竟意义上 体现阿弥陀佛 平等的 无条件救度 一些苦难的 大慈悲心的 一个伟大的捷径 这一院的意思是 告诉我们 舍我 如果我成佛的时候 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 无量无边的众生 只要发起 自成心 自信心 自药心 愿意生到 我的刹土 以这样的 信愿之心 念我的名号 乃至 就是最低限度 念十身 都能往生 如果 信愿念佛 十身 不能往生的话 我就 不成佛 但这一院 除有一类众生 除外 为除 造作 无尼的 重罪 同时 又诽谤 正法的人 不在 这一院的 身受之内 好 那这一院 有几个 核心的 关键词了 第一是 自信 我们说 他这一院 提供的 在 行持上 基本上 没有提 要求 念 十身 但是 以什么 心态 去念 十身 却是 大有 讲究 看过去 容易 实际上 他里面 有非常 不容易 的地方 自信 自成心 你想 我们这些 凡复众生 有自成心吗 我们多少年来 都是充满 畸心 充满 狡诈 自欺欺人 已经形成了 第二天性 要把 自成心 发出来 因为 阿弥陀佛 成就的 净土 成就的 名号 四十八大院 都是由 阿弥陀佛的 自成心 里面 先发出来的 那么我们 要跟 这个院 得到一种 感应 能够互动 一定要 自成心 对自成心 如果我们 是用虚假的心 口头上 念佛的心 心里 不想去的心 那就 不能感应 道教 就是一个 绝缘导体 白云万里 在这个世间上 只要 众生 有 自成心 就会 产生 不可思议的笑 我们中国 有本书 叫 烈子 里面 有一个公案 讲 那个 商 秋开 他是一个 农民 听说 有一个 贵族 能够使人 富贵 他就过去了 做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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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下面的石刻都 瞧不起他 常常拿他 开玩笑 有一天就 登在高台上 这些人说 谁能从高台上 跳下去 就能够 有给他 一百两金子 他听了以后 大家都觉得 这是很好机会 推推商商 就让他 商机又开 做 商机又开 相信这是真话 相信了 他就从那个 相当于四层楼的 这个高度上 就跳下去 跳下去 身上没有 损伤 然后 又有一次 这些人又骗他 看到一条河 说河对岸 山洞里面 有一箱 珠宝 这商机又开 又游过去 还真的游过来 一箱珠宝 被他找到 这下这个同事们 就很奇怪 我们这两次都是骗他的 怎么他从高楼上跳下来 一点损伤都没有 像飞鸟一样的下来了 那个对面 我们分门是知道 没有东西 怎么他真的带来的东西 好 这是第二次 但是他们虽然奇怪 但是还不至于太惊讶 到了第三次 这个主人家的起火了 这个主人告诉了这些门客 说谁能到国海里面 把这种丝绸啊 贵重的东西救出来 就赏给谁 大家都不敢进去 就由这桑秋开 就冲进火海 走来来去去 拿了很多东西出来 这下大家就向他顶礼了 说你肯定是有道之人啊 你原来欺骗 都满足了你的有道啊 看看你要向我们传授啊 这桑秋开一听啊 哎呀我是没有道的人 我只是到这来 真诚 你们讲什么话 我就相信 我不怀疑你任何东西 我只是把我的心 我只是把我的心进到急住的去住 现在听说你们 都是假话告诉我 我现在很害怕 从高楼上跳下去 那这个生命都有危险呢 水火无情呢 他说我现在很害怕 说我告诉大家 我没有任何的道士 我只是真诚而已 这样一说 那些门客都是贵族子弟 从此以后 不敢侵卖任何人 这个事情就传到了 子贡听到了 就禀告他的老师孔子 孔子问这到底怎么回事 孔子说了一句话 说一个人自信之人 就是自成之人 可以赶鬼神 动天地 何止这么一点小利益呢 所以一个人 你看像桑秋开 他相信的只是虚假的东西 他都能够显现这种效果 现在我们用自成心 相信阿弥陀佛的大愿 阿弥陀佛大愿 是真诚心发出来的 我以真诚心去相信 这真诚对真诚 你说还能不办成大事吗 那这个真诚 就是真的要 艳离娑婆 心求极乐 真的要在身口一三月当中 把我们的敬业行为 落实下来 不能口地说一套 心里做一套 这里掺不了任何假的 我们在世间的行为 可能都有一些作为 但是修道这个事情 是不能有一丝毫的作为的 作为你就在自欺欺人 你能欺得了别人 也可能欺自己 但是天龙复法 你是欺骗不了的 佛菩萨你是欺骗不了的 我们这个内心的良知 是欺骗不了的 所以修道来说 越老实 越真诚 越能得利益 所以要自信 不能有任何虚假的心 那自信到什么程度 我们说自信 也是一个很形而上的概念 你能量化吗 你能表现他的相状吗 金木罗斯大师 曾经对这个自信 有一个比喻性的说法 讲什么是自信 就是你在一个旷野里面 碰到一个冤家对头 手里拿着一把刀 要杀你 这时候你肯定逃命 你在前面狂奔 后面的冤家寨主 要打头 拿刀要杀你 这时候赶紧逃命 跑跑跑 跑到前面 附那一条河挡住了 这条河挡住了 你就要突破这条河呀 这时候就在思维一个事情 我是脱衣服还是不脱衣服 如果我脱衣服游过去 可能轻便一点 但是脱衣服的这个时间耽误了 可能就被后面的冤家赶上来了 如果我不脱衣服 我扑通一下跳下去 我身上的这个重量 是不是妨碍我游过去 这时候他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 是脱衣服游过去 游过去 还是不脱衣服游过去 在这样的逃命的千金金发的时候 他只有这个念头 不会想其他的念头 我家里有不有存款 谁欠了我多少钱 谁怎么样 他都不会想的 只有这个念头 好 当你剩下只有这个一个念头的时候 就是自信 那么问问我们自己 天天念念阿弥陀佛 心里打了很多妄想 原来有个同修说 他做花生生意的 正好进了一批花生 怎么倒出去还放在仓库里面 这件事情他就很牵挂 但是他也有早晚订课 等到晚上订课念佛的时候 他坐在那念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念念念 忽然是念成了 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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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成了花生 他会转化 因为他最关心的是花生 念佛的力量 敌不过花生的力量 那么我们一天到晚 五一六成 牵挂我们的事情多少 我们这句佛号的力量 能不能占主导 这个问问你自己 第二个是自信 这里讲自信信药 这个自是形容词 形容心 还能占主导 给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